在张凤来到自己的府中之后 汪朝宗就对这个自称是凤秘旨 暗查将宁之造局的大内太监总管起了意 老汪在第一时间就安排管下前去南京一探虚实 与此同时 老汪还将张凤的事情告诉了他的至交好友郑东兴 郑东兴一听张凤竟然还声称是凤旨都办和孝公主的婚事 立马就识破了他的谎言 扯蛋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 和孝公主今年才九岁 老汪也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差一点被张凤耍了 尽管知道了这个张凤是在忽悠自己 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人在自己府上终究是个麻烦 看到老汪犯起了仇 老郑安慰起了他 在他看来 张凤很有可能是私自出宫的 太监私自出宫那可是死罪 如今张凤肯定比谁都要急 他还表示要替老汪处理张凤一事 不过老汪没同意 没过多久 管下就火急火燎的从南京赶了回来 江宁那边有消息了 是的 我一去到江宁 拜见了跟咱家交情最好的许老板 依老爷吩咐 埋怨他不够朋友 何孝公主出格这么大的买卖 也不跟咱只会一声 许老板吓了一跳 赌咒发誓说江宁制造府从没听过这事 果然如先生所料 这事你交给我去办 我最喜欢干这种仙国端王八的事 老汪却是制止了老郑 如今已经可以确定张凤就是私自出宫的 老汪已然有了应对之策 他要亲自处理张凤的事 因为这种师弄不好很容易惹出大麻烦 另一边 紫雪正躺在老阿的背上撒娇 突然老和就闯了进来 老和是来向老阿禀报 汪朝宗倡议修建的武亭桥已经动工的事 这么快 到月底 武亭桥就要开工了 谁也没想到 这汪朝宗去了一趟金川 捐书交了不说 还弄糊了一个船队的名贵木材 这边汪朝宗自己出了十几万两 马道昌又帮了他三万两 其他的严商 也都拿了血 紫雪 回去吧 我跟何先生有正经事要谈 人家这也是正经事啊 听话 不 眼看赶不走紫雪 老阿也没了脾气 只能让老和背对着自己继续说 老和还没张口 突然蒋成却冲了进来 大人 标下蒋成求见 蒋成看到面前的一幕顿时傻眼了 很识趣地低下了头 鬼 看到老阿确实是有正事要办 紫雪也只能依依不舍地忍着怨气离开了 眼下的事情非常诡异 乾隆派人送来密哲 则令老阿追查思陶出宫的大内太监总管张凤 棘手的是乾隆不愿意将此事张扬出去 只准收到密哲的官员秘密搜捕 大人 他带什么东西没有 他偷了和孝公主的金册 我就纳了闷了 这金册 有什么用着 再说了拿那玩意 他能跑哪儿去 这皇宫大内珍宝如云 张凤身居高齿 他想偷什么东西偷不到 冒着沙头抄家的威胁 只拿一本金册私自触碰 这张凤虽然只是一个太监 但也不至于蠢到这部天地 他必定是想 自己还会回去 老阿就郁闷了 他既然知道自己还要回去 那他跑出来干什么 老和一针见血地指出 张凤必定是有不得不亲自出面的事情 什么事情 太监不能余色 张凤做到总管太监 权位也是到底了 剩下的没别的 只有钱 不出恶色料 此人所能去的所在 无非就是广州十三行 江宁之奏 还有咱们扬州 能接着皇上密折的地 无非也就这么几个 扬州 张凤他会来扬州 老和表示 凭着张凤和颜商之间的交情 他来扬州的可能性很大 老和看向了蒋成 意思是可以借刀杀人 这是因为如果张凤真的在扬州 那么胆敢窝藏他的人也就犯了死罪 而张凤来扬州所要找的人 必定是几位总商中的一个 想到这里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老阿虽然已经准备对总商下手了 但他也是有顾虑的 毕竟扬州颜商数大根深盘根错节 在动手之前有必要做一下风险评估 于是老阿在卢德公的陪同下找到了权武爷 毕竟和深层隐晦的暗示过 此人是他门下的奴才 我阿某人在扬州的所作所为 这经理可有什么说法 扬州大小事 京城的大人们都在看着 那个阿大人今儿一出这个 明儿一出那个 把京城的大人们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树小子之言 你们当官的 不让上面关注不好 可太让上面关注更不好 陈伍爷给句实话了 马老板呢 是个后头人 上次给和二爷逃换那个胡头大将军 二爷呀 一直说他好 至于其他人呢 就不好说了 虽然权武也没有明说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只要不动马得昌就行 看来老马还真是个厚道人 宋礼这一方面真不含糊 有并非 咱们